我们看这个第三版的新闻 这个是徒手闷死两岁女 然后父亲自杀不遂被控谋杀 OK所以刚才已经有讲到 就是可能针对这起事件的一些背景 然后刚才没有提到的是 那个父亲的那个伤势 伤势 好 OK 所以这个 这个嫌犯 也就是这个父亲呢 他是被发现的时候 是在那个房间里 对然后他的刀伤 他的伤痕是在就是 他的颈像是流血的 然后过后是被送去医院治疗啦 对然后他也是今早是在医院面控的 OK 然后他身旁 当时被发现的时候身旁是有一把刀 所以相信就是用那一把刀 可能自吻 轻声这样子 OK 明白 然后更多关于这个嫌犯的背景 他其实目前是在这个国家电脑系统公司担任系统专员 2014年加入这个公司的 然后之前也曾经从事一些科技以及工程业相关的工作 OK 还有什么 然后可能还有一点是让人看了比较心疼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原来之前有承诺过 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 对 对 其实如果我们就是有找到这个 贤胸的那个面部啦 然后从他面部上可以看得出他也是 很爱他的女儿 然后他经常就是上传他跟他女儿的照片 然后其中一个照片呢 他就有就是上载了他跟一个 他跟他自己抱着刚出生不久的那个女儿的照片 然后就有很多朋友点赞啊留言 然后其中一个朋友就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当时他的回复是说 我一定会的 所以这样这样的一个回复 然后如今他又这样子对他的女儿 所以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让人感到很伤心啊 嗯 两年半前的事情 对 两年半后又是另外一个情况这样子 OK好 然后刚才有讲到 不知道这对夫妻办了离婚没有 可是其实这边新闻日报是有 一个点是讲说 这边女童的爸妈呢 他们是一年前就开始办离婚了 然后女儿的抚养权是归妈妈 所以妈妈是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才带着这个女儿搬回娘家 对 然后他呢 据一个知情人士透露了 就是贤兄的前妻今年三月 获得女儿的抚养权 然后女儿因此也就是从住家附近的幼儿园 转到其他的幼儿园 然后街坊就透露说在这之前 经常看到这个贤兄带着女儿上下课 然后在大家眼中 就是是一个好父亲啦 就是幼儿园在今年二月举办这个 教育活动的时候 先生却拒绝带女儿参加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位夫妻 其实他们爱情长跑 长跑蛮久的 十年 将近十年 OK 对 那所以他的婚姻就是 只是维系短短四年 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太清楚啦 对 但是他们是在2006年就认识 然后到了2015年的十月才结婚 所以估计就是有 就是爱情长跑了十年啦 然后来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这女童的妈妈讲的这一句话 看了我都会觉得很难过 其实这名母亲 她就是受访的时候 就是很难过啦 然后她也就是说 她很庆幸童童 也就是这名女童 出现在她的生命中 对 她今天是在娘家受访的 然后她就提起她的女儿童童 然后她就说 毕竟她是每天早上 都是她亲自送她去学校的 然后 对 然后她的母亲啦 就会接就是女儿回家 然后就有透露说 她的女儿是非常黏她们的啦 就是她很喜欢就是和她 还有她的阿嬷睡觉 然后都是大家的心肝宝贝咯 然后星期五的时候呢 童童她就是还说 她要吃雪糕和薯条 然后 她的母亲还带她去吃麦当囊 然后当时就笑得很开心 然后她就形容说 这个女童是非常活泼啦 可爱又听话 老师也说她很聪明 然后学习能力很强 然后今年就是这个来临的十月 其实就是童童的三岁生日啦 然后但是 就是母亲还就是准备为她办一个生日派对啦 对 然后她就有说说 就是童童出现在她的生命中 是她的荣幸啦 然后她都会跟就是女儿说 如果碰到困难就要坚强 然后现在她自己也会为了 就是女儿努力学会坚强啦 然后她也相信 女儿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还是会过得很好啦 听得很难过耶 真的很难过耶 天啊 OK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是妈妈的话 相信可以 就是 会更加的那个有感触了 天啊 OK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情绪转一转 我们看啊 来有些留言 Lix1说 都说女儿是个贴心的小宝贝 怎么下得了手 嗯 Jasmine说 听了妈妈讲的这些话好心痛 嗯 然后David说 夫妻离婚 通常伤得最神的是孩子 对 所以有些时候 大人的事 就 尽量不要牵扯到孩子 因为孩子真的是无辜的 OK Jasmine问 会不会是因为工作和家庭压力 然后加上离婚 所以会抑郁症 OK这些我们都 目前真的还都不知道 警方 会去调查 然后到时候 会 我们就会 可能 案件到了那个法庭审理之后 就会更多的那个详情啦 会公布 嗯 SFD叫妈妈节哀 没错 希望现在妈妈可以 就好像她说的 可以坚强的 为女儿坚强 对 走下去 好啦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新美日报的第一 一则新闻